这个资料,这个台北市的住宅窃盗点位资讯 其实来源呢,也是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点击这个连结的话 一样会跳到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大平台 那我刚讲过,你可以输入那个窃盗关键字找到了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 那里面的话呢,把它打开 所以请各位打开这个我们的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是这个台北市的这个住宅窃盗点位 打开 那首先说明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栏位总共有A,B,C到E栏 那么把它栏位选取之后点两下 让它自动调整栏宽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它假如说第一个我们知道总共有这些栏位 那第二个的话我要知道说,我到底需要得到什么样的资料结果 然后再去针对我的需求 去得到我需要的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讲义里面的第几页 看一下这个有关窃盗的部分 会是在第22页 那第一个当然,这个是CSV 其实你也可以配我刚讲的用爬虫,把它爬回来 OK,不过因为这个部分算是进阶,我们就直接就把这个资料先下载到我们的范例档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因为我们将来需要统计分析的几个问题 包含就是什么,哪一个区的切到按键最多 所以如果你假设希望知道哪一区 所以最后希望说哪一区 这边看到是中山区 可是问题哦 我们的资料里面,并没有区的这个栏位 所以如果没有区这个栏位哦 你要利用这个地址做出枢纽分析表的话 那会有问题 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需要什么 产生区的这个栏位 那区的栏位哦 直接在一栏按右键插入一个栏位 这个叫区 OK,这个区 那多一个栏位 我特别强调啦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分析 放资料到枢纽分析表 你如果没有那个栏位的话 那你当然没办法分析 所以怎么办 有的时候如果没有 你就把它变出来就好了 那等到变出这个栏位之后 再丢到枢纽分析表去跑 那就OK,两边就可以match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我希望知道什么 哪一条路上面的 哪一条路的治安最差 并且列出前十个就好了 因为这个路太多了 我前十个哪个最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呢 地址栏位里面呢 也没有路的这个栏位 所以我们一样按右键插入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也许叫路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需要把什么 把这个资料 这两个栏位 资料来源是从这边来的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分出来 分的话只得到这个区的部分 当然不是叫你图法列 Ctrl C Ctrl V 这边点两下 C Ctrl C Ctrl V 如果你是这样做事的话 C Ctrl向下 这边有3000多笔资料 让你3000多笔 做到下半都做不完 所以你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区 在这个地址里面呢 它是在哪个位置 你会发现 它的位置好像都固定的 台北市台北市 那第四个字呢 一定是区的开头 那总共几个字呢 还好台北市的区都是四个字 跟这样三个字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用插入函数 里面呢用到一个函数 因为它的资料在中间 所以你可以用MID函数 MID这个函数 那当然它一样问你三个问题 反正你就满足它的三个问题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答案了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的那个文字在哪里 文字指的是就是什么 地址 第二个问题是 STAR 这个MUS LUMBER STAR 开始的那个字在哪个位置 第四个字 所以这边输入4 那LUMBER LUMBER的一些数量 CHARS CHARS 就是 你可以把它用中文字 就是字 意思说 几个字的意思 LUMBER CHARS就是数量 有几个字 就是几个字的意思 我要几个字 123 所以三个字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不要急着按确定 因为 其实在那个 Excel里面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不错 它预览一下 如果你得到的结果是你要的 你再按确定 如果你得到的结果不是你要的 那请你更改你里面的参数 OK 所以地址里面的第四个字 就这个 第四个字 取三个字 取到的话就这个 那你就按确定 OK 那理论上的话呢 区这个栏位呢 那就OK了 所以你把它往下卷动 看起来应该都没问题 这个资料 如果没错 那除非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那个资料地址 它没有区 那没有区怎么办 那可能你就是要再做一些 这个资料 把它变更一下 也许修正一下 它地址里面的错误吧 那 第二个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个是路 哪一条路 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好像有一些变 除了路之外 好像有接 另外好像还有什么 除了接之外 还有道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做 好像就是会遇到 那市民大道 或者凯达格兰大道 所以哦 这个栏位名称也许改一个吧 也许叫路跟接 还有跟道好了 也就是说呢 它可能的状况 名称呢 也许叫什么什么路 是最多的 其次应该是什么什么接 跟什么什么道 那假如说 我希望把路接道 通通都抓出来的话 该怎么做 不过这个地方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那 这个需要用到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用Find Find函数的话 顾名思义了 就找什么 找这个 比如说万灵街 它前面这个字 可能应该是什么字 那我只要找到这个字之后的下一个字 所以找到位置加1就可以了 那就知道它的路的第一个字位置 然后呢它的结尾的字 结尾应该可能是什么 我刚刚讲 路可能是路 可能是接 可能是道 只有这三种可能 那我只要知道它的头跟尾 把尾巴的数量减掉开头的数量 那得到就三 所以得到就三个字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 把我需要取得的这几个字 取出来 放在这个栏位里面 OK 不过各位讲 这个地方难度是蛮高的 当然 可是如果说你不想出这个公式的话 你就变成你要图法量 图法量很恐怖 这个地方变成说你要什么 点两下 Ctrl C 贴过来 这边点两下 Ctrl C 对吗 Ctrl V 贴过来 如果你假设每天都要这样做的话 哇 三千多笔资料 而且这个资料还会再长大 以后的话可能变成五千多 六千多 甚至一万两万 那这个也许啊 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OK 所以势必呢 想出一个公式 那会用到的函数 会有三个 这三个的话也许 另外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在哪里 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应该有放 这个是MID 这个是刚刚区的产生 第二个的话 就是入街道 必须用掉三个函数 Find If Air 跟MID 难度最高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先试做做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入街道怎么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